这个生命信仰叫感应与反应 生物会增测环境的刺激来产生适当的反应 让你保护自己觅食求偶或是维持生存 那从单细胞到大蓝菌大植物 增菌都会有这些感应与反应 这些刺激包含环境中的物理刺激 化学刺激还少一个 其实还有一类叫生物性的刺激 化学就是声光电射磁场电磁波 化学就是酸碱化学物质 生物就是生物 比如说我被病毒感染 病毒感染会刺激你 我被新军感染 我得富贵手上方角 我被增菌感染 生物也会刺激你的 这叫生物性的刺激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举几个很有名的例子 来做说明吧 动物有一个很有名的反应 叫做fight or fly fight是打架 fly是飞 所以就是指在危机时 我们自己打架就是飞走 我们翻译成战祸逃反应 战祸逃反应是指 动物遇到很危机的情况时 你身体会自然反射性的产生某些反应 比如说什么情况呢 你在大马路走路 沙子车冲向你 还剧烈上山 咦快撞到你了 你那时候是不是吓死了 或者是同学 下礼拜的今天 我们来考小考 考一之一的墨血 错一个字扣一本 被当掉怎么办 不及格 这学习死当 原来好大压力 你就有压力了 当你承认这些压力的事情 遇到紧急状况 你可以回想你以前的经验 你是不是会发生以下的反应 开始咯 手心冒汗 脸胀红 口干舌燥 瞳孔放大 心跳加速 血压增加 血糖增加 肌肉张力增加 这些都是fat or flat的反应 为什么会这样 这完全是神经跟内风力的作用 手心冒汗是让你的手抓枝条 抓树干会有摩擦力 那你爬树或抓枝条就变成打动 脚也有一些 湿湿的水会增加摩擦力的 为什么肌肉张力跟血张这样 那你有力量去打架 或是跑 为什么筒口要放大 那你看得更清楚 平常的你 筒孔是被抑制缩小的 因为筒孔放大 光会破坏你的视网膜 所以平常你在平常时 筒孔会缩小 所以才说人死了 筒孔会放大 其实人死掉之后 筒孔放大 那个大小才是正常大小 你活的时候 筒孔是被抑制缩小 保护眼睛的 可是你在危机时 你还要保护眼睛吗 都会被吃掉了 你就筒孔放大 看清楚敌人在哪里 要跟他拼了 或是讨掉 好所以 fat or fly反应是 你遇到一些危机的 讯号刺激 你会产生的反应 好那动物会有所谓的趋性 植物会有所谓的向性 这国小就叫做趋性是给动物用的 像飞而扑火趋光性 蟑螂的负趋光性 比如是象性 象光性或是负象光性 象性给植物用 趋性给动物用 好那 像我刚刚讲的 动物的趋性 有个叫做趋光性 飞而扑火 那这样是怕光 就是负趋光性 好接下来以感应构造 感应的对象讯息来讲 有一群蛇叫做腹蛇 它的其中一个感应构造很特别 讲到腹蛇来看看它的分类地位 腹蛇是动物嘛 动物界中的棘手动物们中的爬虫缸 是爬虫类 蛇是爬虫类 爬虫缸之内有一个木叫有灵木 有灵片的 你们仔细思考有灵片的木 不就是蛇跟蜥蜴吗 鳄鱼那个是大人的古板 乌龟也是古板 所以有灵木一般就是指蛇跟蜥蜴 所以分为蛇雅木跟蜥蜴雅木 好在蛇雅木中有一个科叫葵蛇科 这个科里面有一个雅科叫富雅科 富雅科有名的物种响尾蛇跟刺蜥蜴雅士 他们都是有名的毒蛇 台湾就有刺蜴雅士 他们有眼睛可以看烈物 他们有蛇性可以来做侦测空气中的分子 可是在他们的脸颊这个位置 这个地方叫甲窝 脸颊上的小凹窝 甲窝 这边的细胞可以侦测红外线 红外线就是热 这叫热影像 所以这些蛇有两种视觉 一个是可见光视觉 一个是热影像 所以这种蛇可以白天抓青蛙 晚上抓老鼠跟兔子 因为老鼠跟兔子是恒温动物 有体热 好了 这些就是可以侦测热影像 就是红外线 人类没有这个功能 所以不要用人类的思维来思考别的动物 人类也看不到紫外线 少人看得到 你看不到 蛇可以感应到红外线 你也看不到 也感应不到 所以不同的生物 研发出不同的感觉构造 来侦测环境刺激 以上就是感应与反应